大家好,欢迎来到Code知识 黄金猎犬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犬种 它们拥有金色的长毛,文顺的性格,和聪明的头脑 但你知道黄金猎犬还有哪些晶圆的知识吗? 在这个影片中,我将为你介绍黄金猎犬的13个暖知识 让你更了解这个狗界的大暖男 1.黄金猎犬是由水猎犬杂交培育出来的 黄金猎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苏格兰 当时一位贵族Dudely Cout 为了培育出一种能在水中和陆地上猎取野情的犬种 它将一只黑色的水猎犬和一只黄色的史瓦斯鸡犬杂交 并且与其他犬种如爱尔兰塞特犬、血腥马力犬和纽芬兰犬等进行了多次的杂交 最终培育出了黄金猎犬这个优秀的品种 2.黄金猎犬是一种优秀的巡回犬 你知道黄金猎犬的英文名字Golden Retriever是什么意思吗? Golden是指他们的毛色 而Retriever是指他们的工作 黄金猎犬是一种巡回犬 也就是说 它们的任务是将猎人设下的猎物 如鸟类或水晴 完好无损地带回来 为了适应这项工作 黄金猎犬具备了一些特殊的特征 例如较大的仆族 能够更迅速地游泳 浓密的防水皮毛和厚实的底毛 能够保持体温和防止皮肤受伤 软软的嘴边肉 可以温柔地咬住猎物 而不会伤害它们 3.黄金猎犬有三种类型 黄金猎犬是一种大型犬 它们的体重一般在25到34公斤之间 身高一般在51到60亿公分之间 黄金猎犬根据其毛色和体型的差异 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英国型、加拿大型和美国型 英国型的黄金猎犬毛色较浅 体型较矮胖、脸型较圆、耳朵较短 加拿大型的黄金猎犬毛色较深 体型较高大、脸型较长、耳朵较长 美国型的黄金猎犬毛色 介于英国型和加拿大型之间 体型较纤细、脸型较尖、耳朵较短 4.黄金猎犬的毛色 黄金猎犬的毛色可以分为三种 浅金色、金色和深金色 不过,这些毛色并不是固定的 而是会随着年龄、季节和环境而变化 有些黄金猎犬的毛色会变深 有些则会变浅 有些黄金猎犬的毛色会有白色或黑色的斑点 这是因为它们的祖先中有其他品种的基因 5.黄金猎犬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犬种 黄金猎犬的智商非常高 根据一项对250种犬种的智力测试 黄金猎犬排名第四 仅次于边境牧羊犬、狼犬和标准贵宾犬 黄金猎犬不仅能够学习和执行各种基本或高级的服从命令 还能够理解人类的语言和手势 甚至能够学会一些简单的数学 6.黄金猎犬非常友善且多才多艺 黄金猎犬的性格非常温和 对人和其他动物都很友好 很少会表现出攻击性或害羞 黄金猎犬也很喜欢与人互动 经常会用它们的灿啸和摇尾巴来表达自己的喜悦 黄金猎犬的友善、聪明、顺从和敏感的特质 让它们能够帮助人类解决各种问题 并提供安慰和陪伴 它们常被训练成治疗犬、导盲犬或搜救犬 为人类提供各种帮助 黄金猎犬也常常参加各种比赛和表演 如障碍赛、服从赛、敏捷赛等 展现它们的能力和风采 7.黄金猎犬非常贪吃 黄金猎犬是一个大胃王 它们对食物没有任何挑剔 只要是能吃的 它们都会一口咬下去 黄金猎犬的嘴巴也很大 能够一次塞下很多东西 有一只名叫Finley的黄金猎犬 曾经一次咬了6颗网球 获得了金氏世界纪录 不过,黄金猎犬的贪吃 也容易导致肥胖和其他健康问题 所以四主要注意控制它们的饮食 避免过量或过咸的食物 8.黄金猎犬非常爱运动 黄金猎犬是一种精力旺盛的犬种 它们需要每天至少一小时的运动 才能保持身体和心理的健康 黄金猎犬喜欢各种运动 例如跑步、游泳、玩球 或者和主人玩耍 如果黄金猎犬缺乏运动 它们可能会变得焦虑、无聊或者破坏家具 所以,饲养黄金猎犬的人 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陪伴它们 让它们发挥自己的活力 9.黄金猎犬是一种非常会掉毛的犬种 黄金猎犬的毛发非常长 而且比较厚重 所以它们会一年四季都在掉毛 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 它们会大量脱落自己的底毛 以适应不同的气候 黄金猎犬的掉毛 会让四主的家里到处都是毛发 需要经常打扫和吸尘 为了减少黄金猎犬的掉毛 四主要定期为它们梳理毛发 去除死毛和打劫的毛发 并且给它们洗澡 保持皮肤和毛发的清洁 另外,四主也要注意黄金猎犬的饮食 给它们一些含有Omeba三脂防酸的食物 例如鱼油 来增强它们的毛发的健康和光泽 10.黄金猎犬非常喜欢咬东西 黄金猎犬的咬合力非常强 可以达到200磅 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体重 黄金猎犬从小就喜欢咬东西 不管是玩具 鞋子 还是家具 它们都会用自己的牙齿来探索和玩耍 黄金猎犬咬东西的习惯 也和它们的工作有关 因为它们需要用嘴巴来寻回猎物 四主要给黄金猎犬提供一些适合的咬物 例如绳子 橡胶 或者骨头 来满足它们的需求 并且避免它们咬伤自己或者别人 11.黄金猎犬容易得癌症 黄金猎犬的寿命一般在10到12年左右 但是它们有很高的罹患癌症的风险 约有60%的黄金猎犬会死于癌症 其中最常见的是淋巴瘤和骨癌 黄金猎犬容易得癌症的原因 可能和它们的基因 环境 或者饮食有关 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为了预防和发现黄金猎犬的癌症 四主要定期带它们去做身体检查 并且注意它们的食欲、体重和精神状态的变化 12.黄金猎犬非常会游泳 黄金猎犬是一种水猎犬 它们非常喜欢水 也非常擅长游泳 它们可以在水中快速而灵活地移动 并且能够潜水和跳水 寻找和捕捉水中的猎物 黄金猎犬的游泳能力 也让它们成为了一些水上运动的高手 例如水上滑板 水上飞行 或者水上救援 游泳也对它们的身体和心理有益 可以帮助它们消耗多余的能量 减轻压力 和增强关节和肌肉的健康 13.黄金猎犬非常会睡觉 黄金猎犬除了喜欢吃东西 运动和玩耍 还有一件事情 它们非常喜欢 那就是睡觉 黄金猎犬每天需要睡约10到12个小时 有时候甚至会睡到14个小时 黄金猎犬的睡姿也非常可爱 有些会睡成一团 有些会睡成一条线 有些会睡成一个大字 黄金猎犬睡觉时也会发出一些声音 例如打呼吐气或者说梦话 睡觉对黄金猎犬来说是一种放松和恢复的方式 也是一种与主人亲密的方式 因为它们喜欢和主人一起睡在同一个床上 黄金猎犬是一种非常有趣和可爱的犬种 它们有着许多令人惊奇和欣赏的特质 它们是人类的好朋友 也是狗界的明星 如果你喜欢黄金猎犬 或者想要饲养黄金猎犬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它们 给它们足够的食物 运动和爱 黄金猎犬会用它们的忠诚 智慧和微笑来回报你 让你的生活充满欢乐和温暖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不要忘记按赞 订阅 分享 感谢你的陪伴 期待在下一场知识冒险中 与你相见